尊敬的主席先生 赵后林秘书长 各位代表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来到美丽的布加勒斯特 出席国际电联2022年 全田代表大会 我仅代表中国代表团 衷心感谢罗马尼亚政府 提供的热情 细致 周到安排 我们欣喜地看到 过去八年 在赵后林秘书长的代理下 国际电联推动全球 信息通信业 同波发展 成果封硕 在数字鸿沟问题 依然存在的背景下 国际电联将普遍互联互通 可持续速度化转型 作为未来四年的 总体战略目标 富有远见 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高度重视 并积极推动 信息通信业发展 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 坚持共享发展 持续加强 通信技术设施 普惠建设 5G网络 基站数量已超过 210万个 千兆官网 具备覆盖 示意乎家庭的能力 二是 坚持融合创新 鼓励企业 创新发展 加快推动 传统行业 速度化展平 产业速度化规模 已达到 37.2万亿 人民币 GDP占比 为 32.5% 三是 坚持互利共赢 拓展深化 信息通信 国际合作 积极支持 发展中国家 信息通信技术 能力建设 和可持续发展 主席先生 各位代表 中国愿意各国一道 加强5G等 信息技术领域 标准研发 和产业合作 共同推动 全球输出产业 普惠发展 让更多的人 享受数字经济 发展红利 中国政府将保持 20个会费单位 为国际电联 提供持续的财务支持 同时 中国政府已与国际电联 签署合作协议 将利用向国际电联提供的 400万美元捐款 开展项目合作 帮助发展人工国家 提升信息技术 能力 本次大会上 中国将竞选 连任理事国 并推荐 陈建军先生 参选 无限电 规则委员会委员 真正希望各国 给予大力支持 最后 预祝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主席先生 也谢谢各位 拍手